大家好,我是莫莉芬芳 今日内容揭露自通灵学专家林游超先生的文章 1. 问 想念经文回向给冤亲债主 但不知道该念什么经文呢? 答 早年关公是说,念什么经都可以 都可以犒赏兵将利益夜灵孤魂 所以念经要念出声音 否则他们听不见就得不到 念者的功德会打折扣 2. 问 念经超度的原理是什么? 答 第一 佛道教经典念诵出来都是有能量及功德的 可当作灵界货币钱财 用来赔偿或者满足某项祈愿 第二 念经可以请神降临来主持调解谈判 用念经功德安排赔偿和解业障 业障满意后 及自愿离开或放弃报复 开始修行就是完成超度 第三 问 特别有效的消业障咒语是哪些? 答 龙三四观音佛主曾经说 不见得某些咒语会特别有效 主要是看起来的神明能不能够谈得成 就是说消业障的过程谈判技巧很重要 不见得神格高就一定能够劝服业障接受和解 因此不可太过失利眼看上不看下 有时候杰出的土地公、家中祖先、赵王爷 也可以和解非常困难的业障 四 问 求偏财的密宗财神或佛经可否推荐? 答 可以说没有这种神或佛经存在 所有的财神爷都只是运钞车而已 真正决定权在天庭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太求偏财会入魔 龙三四观音佛主曾经说 做功德一半用来消业障 另一半可转换为财福 因此求财唯一的办法是做功德 出钱、出力、捐血、帮助他人等等均可以 参考案例如下 第一 十几年前我邻居朝太太 用天语和母娘激通对谈 事后才知道 她是向母娘要名牌 母娘说 你都没有做我怎么给你 意味着她都没有使用通灵助人 也没再做功德 神明没办法四伏报名牌给她 第二 之前 育苗里往国洞停车 载我去火车站 途中闲聊之道 她是板魔宫大师父 义务担任监狱教化员多年 兼参加多项祭品照务工作 回台北后 通灵马祖说 如果王国洞来生选择转世 已经累积有800万美金的福报 这类似郭台铭前世 修桥铺路 比尔盖茨 巴菲特前世 广行善事 并出钱盖教堂雷同 姚池金木说 现今是算肿账的时候了 重乐透是上天将你累事所做的善事一次还给你 统一发票 则是在开奖前十天 由天庭决定给谁 另外 买彩券 上天视为赌博 不算公益 没功德 第五 问 念经 敲木鱼的意义为何 答 摇齿金木开世 木鱼身 可打开天地之线 上通天庭 下透地府 其他生命指点 黑坛木材质的 木鱼最强效 效力为普通材质的五倍 其次为紫坛木 用作定心 六 问 地藏经中有云 回向法界功德最大 那为什么 林老师的指导是回向给主神呢 答 佛道教经典都会有错误 这是没办法的事 如果回向法界真的那么棒 那么你回向给主神后 主神就会替你回向给法界 又何必担心呢 事实上 在佛寺 做法会 找晚课 通常都不特别回向 只要跟着流程走 业障就消掉一大堆了 当然 父母或某人病重 可以把法会 找晚课功德 指名回向之 回向神明的原理 就是把功德 投资给神明 神明拿去救助极难的人 可以获得更大功德 再连本带利还给你 你的业障会得到更多 一方面 也是请神明 做主分配 以免业障及主先 抢成一团 七 问 在家念经文 可以坐在客厅念吗 还是一定要在佛堂念 那念完以后 怎么回向呢 八 在佛堂最好 其次才是客厅书房 若卧房内 勿设淫晦 在家中 因为神明 必降都不足 有些贪心孤魂 在你念的时候 就会开始抢功德 所以 在家念经 持咒 开始前 就要事先声明 念经的功德 回向给神明 念完后 再讲一遍 在寺庙内念 就没有这个问题 有天兵天将在管控 旁听阴魂 不敢造次 神佛慈悲 会允许孤魂入庙 听经文法 也因为寺庙管理严格 就算念经 忘了回向 也不要紧 大部分功德 还是由神佛 收走 妥善处理 唯独注意 不可以宣告 回向给法界众生 这样子 即使在大庙 神明也不好意思拿 神明云 在大庙念经 忘了回向 功德仍然有 六十到七十分 如果有说 回向给神明 功德可超过八十分 如果又加说 四五亮星 功德可再加百分之十五 将近满分 四五亮星 乃指 慈 悲 喜 舍 因此 最简单又强效的 回向用语是 以上 念经功德 尽以四五亮星 回向给众神 家中 庙中 皆可用 更明确 是指明 回向家中 或庙中的主神 不论念 何经 八 问 当我念天主教的经文 是否也可以照上述方式 回向给众神呢 但天主教没有回向制度 是否会影响功德呢 答 事先声明 圣母妈妈 我现在要念 玫瑰经给您 念完说 以上 念经功德 尽以四五亮星 回向圣母 同理 也可念 马太福音 第六七八九章 回向给耶稣 这样做一遍 然后用字背 脚背 或硬币 指指看 确认圣母是否高兴 倘若不回向的话 按照一般天主教徒的做法 就可以了 最重要的是 能够去大教堂念 如果在家念 应打开 著名大教堂的官网 要看到十字架 耶稣或圣母像 请圣神为你做主 九 问 晚上可以念经文吗 答 可以 但是不要妨碍睡眠 子时以后 最好不要在家念经 念佛无妨 初学者在家中 不论念经或静坐 都应该点台香辟邪 因为外邻会来旁听 点台香 可以促使他们 不要太靠近 子时以后 英魂势力增强 事故最好去睡觉 熬夜超过十二点 也会透支阳气 不要在家念经 若念佛号 则不必顾忌这么多 佛圣号 为圣洁 本身就可以避邪 无论任何地方 时间 都可以碎碎念佛号 十 问 念经文要盘坐在地上 还是平常的坐姿就好 还是要跪着念 答 盘腿坐并不好 血液循环不良 而且容易累不耐久 坐在椅子上念经念佛最好 古印度人盘腿 是因为没有椅子 不得不耳 他们到现今 还用手抓饭吃 因为不习惯用筷子 跪着念是道歉 忏悔时候才需要如此 一般来说 念经回向 坐着就可以了 十一 问 对于卧病不方便诵经的人 听经对他有帮助吗 答 卧病的人不方便念经 念佛就可以了 比用听的要好太多了 功德要大上许多 可以念阿弥陀佛 如果念南无阿弥陀佛更好 加上南无两个字 有忏悔的意思 更有助于 笑业障 十二 问 替歪功念经祈福 是否会悲道业 答 替长辈念经祈福 乃是孝道功德 所谓悲道业 也只不过是他的业障 跑来投靠你 请你帮忙超度 这业障 没有仇恨 不用害怕 如果能够带他参加法会更好 在法会 事先声明要超度外公的业障 消灾及是福 十三 问 我在家诵经回向给自己公婆 为何诵时头超晕非常累 甚至会有他们病痛转移我身的反应呢 答 头晕 是因为你自己也在消业障 至于病痛转至你身 是替人担业的暂时现象 待诵经超度走后就会解除 然后获得功德 此外 在家诵经时打开大庙观望 比如善导寺 效果会好很多 而且不适症状也会减轻 十四 问 春节一直念经 例如千佛晚课 声音哑掉了 神明是否有指点保养喉咙的方法呢 答 现今道场缺点之一 就是代班和尚的扩音器都太响 造成大众必须大声来跟机器拼 嗓门很快就倒 瑶池金姆说 念经只要念出声音 小声即可 也不必用扩音器 广青老和尚的特点是 出为声念佛 要走近才听得到 这样才可以细水长流 时间再长也不会倒少 阴雅人士不能使用圣带发声 但仍然可以使用悄悄化方式 念经念佛 只要有气发出来 就如同出声念 对于阴雅人士疲累的人 茉莉芬芳分享另一项方法 就是可以转经轮 十五 问 大法会或转晚课的功德 调解俗优 答 正式的大法会效果较好 因此大众所获得的功德 也叫早晚可多 但缺点是 神明会忙不过来 没有办法仔细调解 对于调解不成功的 南残业障 例如黑令旗 即使有功德 他也不见得会接受 但可消去 祖先业障 或转成自身福报 而且地府不准赔偿过多功德 来贿赂业障 这时候就要再参加早晚课 因为人数少 可得到较多的调解时间 甚至一个人到佛寺念经一整天 刻意制造一对一的调解 所以比较起来 大法会可大量处理一般性的业症 但对于仇恨较深较复杂的纠葛 必须要在自念或早晚课等人少时 由主神抽丝破茧详细化解 因此建议 修者本身如果有 第一 业障较多 比如五十万条以上者 第二 业障较难残 例如黑令旗 那么最佳程序为 先去参加正式大法会 将功德赚饱饱 类似存款 再去参加人少的早晚课 把功德返除出来 类似提款 以工作细腻的调解用 类似赔偿 尤其针对黑令旗部分 佛祖特别指点 要做些善事功德 不可全然只靠法会来消业障 只要是帮助别人的就可以 同理 早年御天公 玄天上帝开示 修道人最好做一点 出众的工作 就是借劳改 自我处罚来消众业 十六 问 为何某师兄去思理念经除魔 仍然失败呢 答 神明云 自己不犯淫 念经起来的天上神明力量 则大大加强 若自己常常犯淫 则起来的神明力量 也会弱很多 剩下不主部分 只好靠了寺内的天兵天将 但该寺兵力不足 以至除魔失败 这情报很重要 以往只强调 除魔要在上午的时间去大庙 念乾坤 楞严 晦琪 金刚等咒 却没提醒 千万要借房事或手营 因为魔王知道 你要去除魔 必然引用你 行房或手营 魔王先吸得你的精气 增加自己的能量 而你失禁后 请来的天兵天将 都是有气无力 自然打不过 另外 睡眠也要足够 否则念经没精神 也会影响战力 总而言之 精气神都要保足 念经才最有力 古人在大法会之前 都要先摘戒沐浴 我们自己在超经念经时 最好能够做到前三天 或者至少前一天 开始戒饮戒肉 可大增效果 另外 神明曾经开示 平日持戒的人 念经效果是一般人的十多倍 17 问 之前有网友反映 在大庙念经 为何还是北根呢 也就是引来好兄弟 8 做好慈庙动作 就可以避免 在大庙中 有众多鬼魂在共修 也就是大众的业障 及好兄弟 认真念经念佛者 会受到他们的垂青 而想要追随你 因此在大庙念经完 要离开时 应该用手触摸天公炉 连喊三次 弟子告退 这时天公炉 会将你身上及周围的阴气 吸掉 并且似金光隔离他们 让你干净的离开 一般人不会知道这样子做 但在离开前 都会向神明告辞 这时 神明同样会洒下金光 隔离阴魂 不准他们跟随 最糟糕的情况是 念经念到一半 接到手机电话 就冲出庙晚 这样子 众多鬼魂都会跟着你回家 另外病人去摸天公炉 也会有帮助的 病气就是 因会气 会被炉吸掉而减少负担 18.问 究竟在家念经 与在大庙的效力 差异为何 答 在家念不是不可以 只不过效果差 参加法会或找晚课一小时 等于独自在大庙念四小时 等于在家念四十小时 去大庙参加法会的好处是 只要你人在现场 就算静坐 甚至打瞌睡 都可以获得消业障 远比在家认真念强很多 也好像身上有一块大石头 例如业障 家中观音搬不动 你念十小时 他一个人搬不动就是搬不动 改去参加法会 诸佛菩萨下降 众神合力 三分钟就抬走了 19.关于在家念经招来阴魂旁听 姚池基姆降价之道 在家念经的时候 点静香或香塔 可以防范阴魂过度靠近 1997年我问济公 阴魂靠近我们 到底会怎么样呢 他回答 你会感觉比较累 因此 阴魂靠近 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佛教的老信徒 每天都要在家 乔木于念经 做早晚课 军席为常 桃园县长 牛邦有血案 案发时 他太太就在二楼念经 逃过一劫 事故 真正可怕的是人 不是鬼 二十 之前写一道友 同父行天宫 驻于走廊念超度经咒 后期他闭眼看见行天宫地板打开 许多人走上来 面向观公听经 由此可知 各大庙 其实就是大型的灵界修道院 观公如何为众多信徒消灾呢 就是邀请信徒的业障 英魂加入行天宫 修道院前修 不要报复 信众到大庙念经 就是协助超度 这就是在加州念经 无法做到的功德 稍早 王爷指点 在大庙念经功德大 就是指受益人多 到了晚上十点 前述的道友 他必须赶车回桃园 起身拜别观公 近看见观公走下台阶 用手一挥放出金光 就是不准修道林 跟随我们回去 二一 老通宁人曾经对我说 神明最怕凑了 所以最好沐浴更衣后再入庙 而许多大庙厕所会飘香 这就是造成神明痛苦之一 神明原本在天上一尘不染 下到人间五着二世 已经很难受 若再让他们闻到飘香 就是太实际了 早年我带老友去 松山慈慧堂问神 堂主降机 机神皱眉头 拿令旗敲他的背 怪说 你都不洗澡 又骂说 你那个太太也不洗澡 那天太太没来庙 大概是用神通力查汁的 当时天气冷 许多人洗澡间隔拉长 再更早台北东农宫 大千岁神像 台到东港东农宫 去开光及采海水 礼府千岁降机要求 当天台像义工 连内裤都要换新 试买全新的 不是换穿洗净的旧裤哦 根本判定着 事件 文旨 老婆�有一天 愁 najwię